各位好 今天继续探讨新冠和老母的问题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片 这条片是来自刚刚不久前的隔离病房 婴儿的隔离病房这个婴儿是中了招 理论上婴儿中了肺炎的话 妈妈或者爸爸是可以陪同陪在他隔离 因为他们要吃奶 总之有大人的照顾 但是很明显 你看到这个小孩是没人理解他的 听闻说他是五个月 但他的身形好像两个月那么小 很惨不停哭 原来他的老母是不想过来看他 就算医院带人有没有事 你可以过来一起跟他在隔离病房照顾他 妈妈也是拒绝的 消失了很长的时间 又不是上班又不是 只顾着按电话吃饭 最后死死地气过来 就觉得很辛苦 照着他 其实理论上一个人 你看到自己的子女或者身边的人有危急的状况 即所谓的状况出现了 你是不会觉得辛苦的 你会立即踏着一副Turbo 就算照顾他几天几夜 理论上也不会觉得太累 尤其是还是自己的儿子 我不知道这个儿子还是女的 老母照顾了一阵之后 就发觉很累啊 很不想照顾了 我也免得公开这个老母的样子 就走了 接着就轮到他奶奶来了 他奶奶来了 就跟附近的人周围地说 你看我媳妇没用的 我叫了他不要生的 生了又不会照顾 又不上班又不赚钱 你看我B很惨的 不过我都不想要他 因为我现在都七十多岁 其实我都不想照顾他 照顾到他大过了 那又怎么样 他都养不了我 我都死了 周围跟陌生人在这里说 那个儿子怎么怎么怎么 那个儿子为什么娶我这么老婆 叫了他们不要生的 没错他们是不应该生的 那么不负责 任由不想照顾 那个B有了肺炎 自己没有事的 那个老母是 所以他可以周围走 但不想过来医院照顾他 那B有肺炎 为什么会有肺炎呢 为什么会这么小粒呢 五个月是吧 那个奶奶都一样 所以那些奶奶 经常吊咬一些媳妇 可以告诉你 你儿子娶得回来的人 都会很似你 儿子永远都是用妈妈 做一个模样去选择女人 等着我经常跟女生说 如果你的爸爸是有问题 基本上你都几乎可以肯定 你前个人生 头三十年的关系 都不会太好 你都会不经不觉去找回 像你爸爸的人 要经过很多的 即是恋化 所谓的 很多的经历 你才可以找回正常点的人 有机会在你这些生人里面 不然我们都会前意识之后 很愿意选择 像自己 老爸老母的人 男的就像妈妈 女的就像老爸 他这样对自己的媳妇 其实说到最后 那个女人其实是 既不上班 没有体力 不想丑 至于小孩出现了状况 都不能够 托着你的体力 我怕死小 但如果有什么事 我想我可以几天不睡 都可以 你很自然的人 抵抗力 各样的体力 就会拉出来 他会和你透支 因为你有些特殊状况发生 你儿子有时 不看 看一会儿又不想看了 扔了给奶奶 奶奶又没钱 大家的穷又 一个人 三个人吃 唱空佳 家里的家事 其实真是很愚酸的 你儿子为什么会娶这些人呢 你自己说这些说话 你自己都是不愚弄正常的 酸臭不了自己 养不了自己 到老了 那我为什么要照顾他 扔掉他 没用的 生来做什么 肺炎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这些嬰子爽哭哭不哭呢 其实他在这里哭了几个小时 最后哭到自己疯了 瘦醒的 哭到这样是睡觉 我想像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去教孩子 所谓教孩子 教他自己睡觉 教他 不要抱啊 不要抱 是不是 你也有些人问我 什么好不要抱嬰子 你问他都多鸠鱼 你自己的嬰子 你想找人抱吗 你也想找人抱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 弱待你的儿子呢 除了你为自己懒惰 那些什么东西 me time 去找藉口之外 其实肺炎有很多 我现在这条片子 只是很冰山角 很多 那些嬰子 进来这些隔离病火 其实没有人理他 现在好像说这个嬰子还有这个川崎症 你可以搜索一下 什么叫川崎症 其实都是一些很大祸 后来很长的病 好好地照顾他 一个很开心 很愉烈的心情 小孩子一出世到长大 一两岁的时候 一个好的环境 有爱 开心的气氛之下 一个家庭里面 没有可能会有这么多问题 这些老母和奶奶 经常都不想照顾的小朋友 其实你都影响着他健康 他都会知道大人是不想要他的 其实既然生了出来 你们不想要 问一下有没有人想要 送给别人照顾 有些不育的父母 或者有些女人 他不想结婚 但是想有小朋友 送给别人照顾 法律上过计给人 好吗 不要做业 不要拖了出来 就觉得很辛苦 大压力 你扔给我扔给你 什么老了 养不了自己 这些废话 这里回答了一个观众问题 也是关于一些 小孩子教育的问题 他就说 而且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因为逼针而考虑疑问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我真的有想过 虽然身边很多朋友疑问 但一直看你说很多可患的问题 而却步 大人还可以不去堂食 不看戏 而不打针 那小朋友怎么办呢 难道长期在家里 上学给老师 被家里面围着 还听说 没打针 没得上体育堂 没参考虎活动 这个是真的 吃饭都要被隔离 那小朋友做错了 为什么要这样被对待呢 小朋友又可不可以长期没有社交 不和你的小朋友一起玩呢 我是没有小朋友的 逼六个月 宝宝打针 真的冲破了我的房子 我完全接诚不想问你 你作为妈妈 怎样在香港容易 是否要家里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 因为我儿子现在两岁 其实还有一些缓冲时间 看看香港会不会解禁 听闻呢 现在就说11月会的 因为香港是追随大陆的 大陆要开房 香港也会随即跟着开房 这个消息也挺可靠的 在新闻看到 不是什么独家消息 正等于之前 其实7月的时候 已经有人说了 隔离7天会变到3天 有什么3加4、4加3的东西 结果8月真的失陷了 因为总共有些人 收到风声 其实是雷放出来的 现在听闻就说11月 你见所谓四小龙 什么南韩 日本、新加坡 你现在只差香港 基本上是 人家现在都在吸入旅游浸水 香港那些还能够够够 真的很变态 其实是严重的大陆 这个大陆观众就说 我7月中左右是深圳 在室内超市都可以 不用戴口罩 地铁就要戴一下 室外更加可以不戴 7月中至8月底 在二线城市更加不需要戴 深圳的朋友 一家三口 是不是有很多错别 至于我尽量读 三个小朋友上学 现在一针都没打 是可以正常上学的 我呈现深圳隔日做核酸 反而深圳不够严格 香港人回内地 内地政府都不用要求港人一定要打针的 没错 他也说了重点 内地政府是不要求港人一定要打针才可以找到你们过关的 所以呢 你看到了根本在香港叫汪过正 你一走错了一步你只能继续走错 这个时候追英港未跟英国跟美国跟FDA 这两个黄死了 然后又说全部勾冲过去 走去送花又送成 现在英国已经说了 昨天的新闻全部都可以找出来 全部都是说 小朋友是不可以打针 是不可以 十二岁以下 不能够打针 但是你仍然会继续 很想打 六个月打得了 打得打得 保护自己 保护人 真是瘋了 渔民遇到这样的程度 这些留言 其实一直在我的影片都有很多 在大陆 小朋友是不一定打针才可以 上学 不是说你不打针就不让你上学 没有这回事 私立学校更加没有 所以回应你的妈妈 我都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想移民 因为看到香港这个状况 我都很明白 不是不想创同一条船 而是真的很 很难顶 好像你一个很愚昧的社会 一个很无能的政府 中国也好像不理香港 大陆政府不理香港 整件事是 你会觉得好像死路 挪头路 不走也好像没什么前景 如果你想生孩子 你都会觉得在香港这片地方 没什么希望 是完全明白的 我觉得单纯你问我的话 我跟大家之前分享过 纽西兰想是 永久禁止烟草 让兽子不需要吸二手烟之下 可以长大成长 对下一代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 其实 大家去考虑到移民这方面 我觉得可以想到自己的喜好 你们最着重的是什么 空气 制度 对于小朋友的保护 法律 对女人的保护 其实不同的地方 欧洲 打散了那么多的小国 美国 纽西兰 澳洲 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不同地方的一些 你最购买的 就是一些很核心 你的价值 你的三观 我觉得都是 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大陆其实不错 不过 说起大陆 可能很多人会反感 所以都免得看 说起移民大陆 你觉得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这一代的香港人 基本上是不会想移民大陆 比较少 我认识的人会去大陆住 都是因为真的在香港 混乱 甚至在香港欠不到多少钱 就着草回大陆 还在牢福田 那里蹲着 贪得到最初 生活指数便宜 现在都越来越贵了 现在都打算 再推而投机 去那些二三线 城市生活 今天在这里 分享一个社群 我昨天出的 这个观众就跟我说 姨姊姊姊说 我用了很多你的观点 交功课 写论文 所以说一声 sorry 我没有落你credit 所以 Professor也有赞我 不过我心里有点不安 其实我不想把你的视频 给人看 首先 我真的看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要把好东西 分享给人 我知道这么想 很自私的 也怕他们用了你的观点 到时候我就很养 但我肯定 我不是第一个用你的观点 去做功课 之前 不是说有粉丝 说你说的话题 可以给他们用很多灵感 去抄料 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 你有这样的头脑 永远分享 真的逆了我们 我什么都做不到 有一天好像欠了你 所以传了一个电邮给你 就好像告解 是吗 是多少人会用我的东西 去抄功课 尤其是之前我说 反新欲那期 或者是 说那些 曼德拉效应 好像有些人都拿了这些资讯 就是马亚文明 应该说是 我这里就写到 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能不能够说你 我认为深凶狹窄 我觉得深凶狹窄 是人的原始设定 就是那个自私 自利 有时生于在香港这个地方 你出生 对着自己的老爸老母 三两八尺的空间 其实很难会有什么深凶广 来来去我们每一个香港人 其实面对的环境 都是局限而重复的 很难会有这个深凶广的文化 华人的文化 也不会容许我们这样做 所以你去加拿大列治文 那些华人圈里面 为什么会更加劣化得厉害呢 都是这样的原因 跟环境有关 但不是绝对关系 我们的劣根性 其实是前厂的DNA 大家一定要承认这一点 不要经常都觉得 哎呀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教育很重要 教教教教教 教不了的 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上几代 你看看自己的老爸老母 你看看你自己 甚至你看看这些子女 其实都是很大的 一代串一代的那种copy 那我这里写到 我就说 你希望人好 别人未必会好 但是 你肯定会好的 意思就是 如果你很想人好 别人未必可能如你所想 可以人生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那件好的事 一定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你见不得人好 别人未必不好 但你肯定不会好 意思就是 你经常想人死 想人仆街 什么鱼蛋论 小鸡鱼蛋那些 别人未必如你所想 真的会仆街 但是仆街那样东西 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以远 意思就是 当你这个人是善良的话 虽然你说 哎呀我都没什么 都没发达 都没什么 没什么 但是那些很大的灾难 已经远离了你 可能你本来今年应该生疾病 但原来你没有了疾病 你们真的要学会这样想 有时候你不需要有什么大富大贵 正正常常 平安 没坑穿头 没什么生衣生路 有化疗 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 人为恶 和须为之 福以远离 都是同样道理 如果你是作恶的心脏 很狠服的人 虽然你说 我都没什么大件事 是不是 我都没有 遇到很大的不幸 但是你的福气 已经远离了你 在我男女 大家都会信奉这个鱼蛋论 因为从来没有人教你 你才是最大的利己 这个观众 虽然你很喜欢看我的东西 觉得我的东西很有价值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都会 在你的人生不同的板块上 其实最后洩抵的都是你自己 我想起来 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经常叫我说 以前我工作 打工的时候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年 我在一间公司 我那一年 是会有 百万多港元 我都很开心 我其实知道 大概会计算到自己 有多少 然后有些同事 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真的很不值得 就说 你今年可能没有 本事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 其他哪个哪个都没有 你也可能会没有 我说是呀 看看出粮的日子有没有 结果是有 然后他们又问我 你又没有 今个月 今个月有没有 我说有 今个月有 出百万多元 你出了多少 他说是呀是呀 那便好 有便好 是吗 整个样子 就是我现在的嘴唇 我记得是 好像一个男人 搭一个女孩 走过来 那种宣法 说真的 又不是你出粮给我 我是不是在你的粮 然后拿钱给我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跟公司出去做事公共 总会有一些 私人时间人 通常行规 就是公司当时的文化 就是大家要在一起 周围去饮饮食吃 买手信 那我就很不喜欢 最后那天如果是自由活动的话 我就想脱离了他们 总之我自己去玩 你不是喜欢一群 你不是在一起吗 你们喜欢一群 一群人 我不喜欢 那我就跟我当时的上司 说我那天会离开你们 就是我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们自己 喜欢去饮饮食吃 没关系 大家在机场等 然后 其中一个同事 老师傅就很不适合 不行的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 谁会让你这样做 不可以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 有人可以离开大队 其实大家看 大家不顺眼 你都不想我加入你们 你不平衡 是因为你都不想 在大队里面 你都不想大家 去买手信 唯唯唯 大家还要见到大家 难得的私人时间 你不抵得我这种勇气 不抵得我提出这件事 然后我得到益处 说完了 我真是这样 当面跟这个女人说 她那时都整个五十岁 很变态 你不想你不出声 但是你不让人出声 离开你们大队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心态 打工仔心态其实很严重 其实人呢 我发觉最会被人暴忌 被人质恨的人 就是一些有创造力 有勇敢的人 创造力是没得学的 我觉得创造力某程度是天生的 都很难被压抑的 就算你在一个填压制度 家人怎么抑压你 你有那种创造力 其实总会是发光发亮的 我觉得这个年代最重要是创造力 创造力其实 自古自今都很重要 真的 所以你有创造力很容易被人报忌 因为人家会看到你发光 其次就是你有那种勇气 因为有勇气 你敢做 你敢表达出来 所以 大家要你整天问家长 如何培养一个小朋友 如何培养他们 成才 怎样 其实什么技能都没用 你首先看下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创造力 有创造力这个人才会成才 尤其是在未来 这么多年 在我们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世界里面 你没有那种创造力 其实基本上你都是 预讨自己读死书 读读读 读到做好有份工 读不到那些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创造力又没有勤力又没有 记忆力又没有 那些 假设你可以读死书读上去 基本上你都会拿一张沙子 跟着跟人打势 做人家的齿轮 所以你常问我 怎样教 怎样成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你都没掌握到 就是创造力 你要知道 永远一个 发光发亮的人 他的创造力一定是很高 那么这条片 不讲那么久了 你想我继续去的音这个环境 去华博听 阿露童